留意這段影片會長話短暑 如果大家想知道詳情的話 不可以試試看 各樣二十多版紙的英文 故事也很簡單 亦發生了一段時間之前 已經是五年前 在2016年 在美國州的一個院裏 美國的州基本上是一個王國仔 它有自己本身州的法律 縣也有自己的王國仔 又可以有自己的法例 在縣裏發生了一件事 那件事 如果大家聽到會非常生氣 就是警察去到一間學校 用手銬鎖起了四個黑人女生 所以 犯甚麼事呢 犯的事 根本是在大人來說不犯法 就是說 他們三個人是旁觀有人打架 而沒有阻止 這件事發生之前幾天 在她的學校外 有幾個五六歲的小朋友 跟一些大一點的拳打一個笛 五六歲的大一點 大一點的根本不是東西 這幾個女生 走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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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人拍到 那個人已經把這個影片上傳的時候 已經把影像模糊了 根本認不到誰 但是 不知道怎樣 有人說 有十個女生 從小學 全部都是小學的 最大的是小學六年級 最小的是四年級 全部都是黑人 黑人女生 就說他們 有十個女生 看到這件事發生 而沒有阻止 因此 沒有阻止罪案發生罪 這個罪 在法律上是沒有這個罪 但是這個 這個 這個圓仔 那個警察 本來派去 拘捕這些女生 那個警察 就覺得這個 他做不到 太過 殘忍 所以他 就說自己 心口不舒服 就走了 走了 然後 跟著這件案的警官 也有事 就沒有辦法去 找了另外一些警察 那些警察 有理沒有理 拘捕 不拘捕 去到 學校 校長 跟校長說 要這幾個女生 找這幾個警察 那時候離開放學 沒多久 校長打算 警察來到 跟女生聊天 等放學 還有幾分鐘 放學後 等其他學校 跟我離開 你才做拘捕行動 不是 那些警察很心急 馬上 就馬上拘捕 拘捕了 自然 這些 大佬 小學六年級 最小的八歲 小了四年級 其中有些學生 以前是很差的 但是經過校方 他的努力 現在突然變成一個非常勤奮的學生 其實已經做得很好 但是在這種情況之下 你可以想像一下 這些同學的反應是怎樣 拘捕拘捕 是不是小朋友 但是 上鎖鎖 手扣 扣著 小朋友 你這些 要不要下手扣 好 那麼 公然大眾 學生在放學 鎖著手扣 上警車 最多 最多 立即 去到裁判處 給法庭 那個堂 放人 小朋友 不是 他們的裁判處 裁判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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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了九次法律試 才考到 終於 考到有律師牌之後 就現在作為法官 裁判處 他就有理沒理 把小朋友送到 兒童監獄裏 這個兒童監獄裏 我會放一條影片給大家看 這條影片 就是賣這個兒童監獄裏 的幾好設施 大家明白什麼事 這些監獄全部都是私人的 是賺錢的 當然 原來那個院 有49個小朋友 是被人抓去坐牢的 有沒有搞錯 第一 這個所謂罪名 但是別人說都不是罪 你見到別人打架 你未必有能力去制止別人打架 你看別人打架是沒有 不犯罪的這件事 小朋友看別人打架不行 要 不行還不行 那你就警戒一下 不用不用用手療鎖上車 公眾 一點點點的自尊心 保護小朋友都沒有做到 警察做得不對 OK 沒事吧 去到法院 只要推進監獄裏 為什麼要推進監獄裏 大家想到了 幫監獄裏找客 幫助監獄裏找客 幫助監獄裏找客 好了 這件事回到2016年的事 到今天為止 這些大人 警察 那個所謂的裁判官 那個兒童監獄 什麼事都沒有 什麼事都沒有 大家想想這幾個小朋友所受的傷害有多大 有多大 為何可以這麼不公平 只是因為他們黑 只是因為他們小朋友 只是因為有一個監獄在那裏 是專門收小朋友 所以我們找小朋友的客人給他 無論什麼理由 不應該發生的事 已經發生了 而有關的人士 完全可以無事 什麼叫正義 大家自己想想吧 謝謝 謝謝 老師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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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